你是一个十二不设的大反派 可你却有一个正派的先年妻子 重生后你变成了一个小孩 带着记忆回到了过去 可没有实力的你 自然被妻子看不上 所以为了变强 你也是时候该去取一点东西的 根据记忆 在宗门的霍山悬崖下 有一株深谷 魔教至宝就藏在此处 月黑风高夜 你独自艺的来到霍山森林 这里本是宗门禁地 各种魔兽陈足不穷 你用了掩藏气息之法 这才没有惊动魔兽 顺利地来到了记忆中的地方 只见在悬崖半山腰处 一颗巨大的松树生长于此 在树干中心有一个小洞口 你十分兴奋地钻了进去 巨大的树木内部竟是中空的 整个内部都被人掏空了 而洞穴中央 有一具身穿黑袍的骷髅 盘膝而坐 身边插着一把黑色的剑 这件剑腾上有着红色符纹 遍布剑身 这便是魔教至宝 魔剑 斩仙剑 你患患走向魔剑 可目光却一直注视着黑袍骷髅 因为你十分清楚这具骷髅的身份 乃是杜杰基的巅峰强者 是整个大陆最强者之一 嗜血剑魔 莫天青 当年正牌之手的问天宗 几乎被他一脸打穿 还是掌门拼似 与他两败俱伤 外人都由莫天青逃了出去 结果没料到 他还在问天宗内 只是因为受伤过重 而遇落在火山中 前世的你因为机缘巧合 无路子弟 所以你十分清楚 莫天青还没彻底遇落 你缓缓从怀里掏出五个黑色小棋子 用包围之士 整齐地擦在骷髅周围 这是魔教的困魂症 随后 你射出一滴血液直奔展现剑 黑色的魔剑在吞噬血液后 竟散发出微弱的红光 莫天青的灵魂也在这时出现 因为他发现 你并没有走进他夺舍的范围内 他用魔剑为硬 又故意露出储物界 竟没有让你产生贪恋 竟然骗不到 看来整了奶硬的了 一个才刚踏入修仙的矛头小子 再谨慎又如何 可下一秒 莫天青被吓得不轻 卧槽 直见展现剑经受你的控制 朝他劈去 这可是他的兵器 他还能感受到在魔剑身上的烙印 可却无法夺回控制圈 展现剑拥有斩取魂魄之力 如果是他拥有着杜劫期的底蕴 这一击 怕是可以直接让他魂飞魄散 可即便如此 他释放出的护地金光 也摇摇欲坠 突然 空中浮现出一道模糊的声音 魂身上下被黑气缠到 展现剑被他握在手中 一剑劈下 莫天青的骸骨被彻底粉碎 魂体没有寄宿之地 留给他夺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此时困魂阵的作用也展现出来 虽然你的实力 目前只能使出万分之一不到的威力 可只要能困住莫天青几息 便已足够 因为展现剑的攻击 让他无暇破阵 每一次剑身 插到他的身上 魂体都会变得暗淡 莫天青此时再也无法平静 展现被夺还不够 之前浮现的黑影 更是他在突破渡截期后 方才领悟的绝学 剑宁分身 哪怕你使用出来的威力 很弱很弱 可他从没有传授给任何人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终于等到了 瓦解莫天青一致的时刻 能使用展现剑 还能用出剑宁分身 你当然是 视学剑魔 莫天青 那他是谁 莫天青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代号 他可以叫莫天青 你也可以叫莫天青 把这个代号拿掉 你和他 又是谁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你才是真正的莫天青 而他只是被你舍弃的 一缕残魂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莫天青记得很清楚 自己手上过重 就一直躲在此处 根本没有出去过 你不等他说完 利用魂力受损的漏洞 让他去回忆师父 你死前说的话 灵魂记忆的不完整 让莫天青十分痛苦 他根本想不起来 师父说了什么 你继续说出 只有莫天青本人才知道的事情 他的魂体开始出现裂缝 任由展现剑 缓缓地吞噬着灵魂之力 最终 呆呆地站在半空中 眼看计划得逞 可意外 却还是来了 莫天青原先呆滞的眼神 竟奔发出一道亮光 魂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份 大的那一部分突然炸开 剧烈的冲击将展现红飞 困魂症也被炸毁 而仅存的那一份魂体 竟趁机朝你扑来 不管你是不是摩天青 只要他把你夺舍了 那么他就还是摩天青 本尊被残魂夺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有些无奈 虽然计划有些偏鬼了 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摩天青子时的灵魂之力 已经十分虚弱 生前更是一位剑痴 除了炼体修剑 并不为灵魂攻击的手段 而你两世为人 灵魂方面的造诣本就不落 如今更有佛门无相心经加持 此时战场还是在你体内 这可是主场 一个是转世的大成七魔君 一个是虚弱至极 只剩魂体的堵截七魔帝 曾经大陆巅峰了两大强者 如今也算是才几乎佐了 可摩天青很快就只要自己踢到铁板了 他真的在你的体内感受到自己的气息 还发现了你的秘密 佛门的无相心经 魔教的清晨白剑 先踪的吻天九卷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没有回答 而是使出浑身解数 彻底吞噬了摩天青最后的残魂 摩天青倒死也不甘心 当连问天宗掌门都无法杀他 如今竟为一个炼七七的小孩击杀 魂体隐落便是真正的死亡 无数记忆涌入你的尸骸 你不敢在此刻翻阅 因为之前的魂体炸裂 弄你的身体又断了几个内骨 看来又可以用到师父的天才地宝了 至于受伤的理由 就说自己修炼过度 救伤复发吧 阿咻 苏晴亦不知道 自己的百家驼 竟然敢打自己的主意了 所谓的 感谢观看